说实在的 就是说一个男人抽点烟喝点酒 这很正常吗 我也不续酒 是不是 我也不是每天盛盒盒盒地抽 你说现在家里这种状况 我感觉身心都会疲惫 公司这边压力也挺大 是不是 还没步入正轨 你那边我岳父有病 照顾他 你再总给我闹 我没有别的排解的方法 我喝点小酒 我就是暂时能放松一下 你那都是接口 我让你接烟接酒 不是为了你的身体好 这我理解 但是什么事都有个度 买条烟他给我都折了 他弄在一桶的 你说过分吧 我买这酒他给我藏起来 你做的太过了 你知道吗 我是为了帮你下定决心 你自己作业下定不了这决心 你还不如直接把他钱管起来 不就啥都买不了了吗 可比绝那烟还浪费呢 我已经把他钱管起来了 真管了 对 我把他的银行卡收了 因为现在我们这块 经济压力也挺大的嘛 再有主持人 你不知道他是个啥人 就是跟朋友出去吃饭 十次有九次他是花钱 然后以前还无所谓 因为我们收入还比较稳定 就现在到这种状况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钱我统一管理起来 咱们统一分配 然后因为这个他也跟我生气 最可气的是啥呀 他还出去借钱 然后跟他大哥去借钱 然后他大嫂跟我说了 我就觉得特别生气 特别没面子 那你这不是让外人看我笑话吗 那人家还得以为我是啥人呢 借钱在啥呀 因为他把我的卡都没收了嘛 你说一个男人 我每一笔钱都找他去批 送他的药 你说他可能给我吗 本来他对我办公司 他就不乐意 所以说我为了避免 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争执 所以说我就找我大哥借点钱 这不很正常吗这个 那你有花钱你跟我商量啊 你跟我商量我能不给你吗 那你借钱不还是咱们得还吗 而且你那亲戚朋友会咋看我呀 你就现在你知道状态 我商量能跟你商量通吗 挺难的啊 应该说妻子心里也不太好受吧 对我也挺不分的 我管着他是不是他一方面 应该对你也横挑鼻子 竖挑眼 对对 我感觉他事可多了 我没有挑他 最近你说岳父生命住院 我觉得我也付出了很多 你知道吗 我照顾我的亲生父母 我都没有用那么大的精力 去照顾他 那你不是应该的吗 你不应该那么对我父亲吗 那我父亲对咱们也很好啊 是应该的 但是说你看我照顾你父亲 尽尽尽力 你看他最近都是因为这些事 我吵架以后 我感觉我俩这感情 确实是受到影响了 孩子现在谁管啊 他管得多点现在 因为我主要的经历 就是在我父亲这块 那想怎么着啊 今天来想干嘛呀 我就是想让他 还去以前的单位上班 还回到以前那种 稳定的生活 他回得去啊 想得也太单纯了吧 你是觉得一旦回到那儿 一切问题就迎恩而解了 是吧 最少收入呢 这块能稳定一点 然后我这块的压力 能小一点 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 好像夫妻的那点感情 反而变得特薄了是吧 是的 我感觉现在 他对我确实是非常冷漠 现在 以前我下班以后 他总是在家给我做好 我喜欢吃的饭菜 然后等着我吃饭 那时候感觉特别温暖 家里面 现在呢 现在的话 他宰家 他回家 他也不给我做饭 到家我只能是自己做 要么都点外卖 就是心里也挺不舒服的 那你能自己做 你就自己做吧 现在我的心情也很不好 我也很累 我还得上班 还得照顾我父亲 那你对啥不能 体谅我一下呢 挺辛苦挺辛苦 确实不容易 今天来这儿是干嘛呀 找解决的办法 对 你想到的解决办法 就是让他回去工作呗 对 你肯定是不会回去的 对吧 对 我实在没办法 这不是这么多年 他压着我 我绝对不会待这么多年 你知道吗 行 听明白 听懂了 我觉得这个难 大家都看得见 其实在我们这个岁数 大家都有这种体会 你会碰到太多这样的难题 你需要去解决 而可能第一 不能乱赢的就是夫妻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